据在台湾的天气部分 这张气象局表示 中台雷马逊直接清洗台湾的机会并不高 但是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 东半部和南部会有间歇性的阵雨 而今天全台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 气象局就预测 中部以北高温大约是摄氏36度 会有局部午后雷阵雨 南部还有东半部大约是33到35度 有间歇性的阵雨 另外也要小心紫外线 宜兰和澎湖地区是过量级 其他则是危险级 所以提醒大家到户外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